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 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塞人的教 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 在内侍妇儿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 总不得赦免 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么分诉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众人中 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 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理思想说 我的猪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意义地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才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 乌鸦也不重也不收 又没有仓又没有库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 能用思虑使兽数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 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 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 用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你们腰里要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沿袭上回来 他来到叩门 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叫他们作息 自己树上带 尽钱伺候他们 或是二更天来 或是三更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 就必警醒 不容贼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彼得说 主啊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 主说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道 看见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仆人若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 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唯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 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找起来 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你们以为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 乃是叫人纷争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 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 儿子和父亲相争 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 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众人说 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 就说要下一阵雨 果然就有 起了南风 就说将要燥热 也就有了 假冒为善的人啊 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 什么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 还在路上 勿要尽力地和他了结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 官交付差役 差役把你下在尖里 我告诉你 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我告诉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